大馬路上一二三四 三名員僅和一位民眾 四個人竟然在推 重達十六到十七噸的遊覽車 四人將雙手放在遊覽車尾 腳踩弓箭步重心往前傾 使出吃奶的力氣 一步一步將遊覽車往前推 當遊覽車慢慢地開過十字路口 如果民眾和停等的駕駛 都看傻了眼 遊覽車竟然不是靠汽油發動 而是能力引擎 五號下午四點多 桃園新屋中華路與中山路口 一讓遊覽車拋錨 動彈不得停在路中央 由於接近下班尖峰時段 未避免交通擁塞 遠景到場後和熱心民眾 一同將遊覽車推到路邊停靠 遊覽車發動器故障無法啟動 同能力擊熱心民眾 合力將遊覽車推到路邊停靠 開車時車子故障無法行駛 一定要將車移到路邊 並設置故障標誌 否則可能被依道交條例 開出最高三千元的罰環 遊覽車半路拋錨 鎖性熱心民眾和遠景 及時救援 恢復交通順暢 記者劉志長王毅德桃園報導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